美国发起贸易战意图究竟何战走向如何 中国真的会被这场战斗打垮吗 回想过去 中国这种和平崛起是来之不易的 中国是在下一盘险棋 而且是最后胜出了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本质上是想阻止中国崛起 甚至希望把中国打入外围板块 成为美国的附庸 但这种企图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 美国领导人背后暴露出的是决策水平之低 决策过程之粗草令人汗颜 美国有一点始终没有搞懂 就是你越是对中国封锁和打压 中国人就越是憋着劲要超越你 一 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第一点 短短的数十年间 中国从一个一拳二白的国家 一跃成为根据购买力评价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形成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 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 原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 我们还基本做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 虽然这个水平有高有低 称斥不齐 但至少美国今天还做不到 应该说我们在人类历史上 以最短的时间 实现了最多数人的福祉的最大化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种崛起具有多重的全球的意义 首先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一个超大型的国家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和平崛起 过去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 实际上就是一步动荡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 而中国人民硬是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奋斗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文所未文的和平崛起 而且成为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今天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超过美国与欧盟之河 第二点 中国崛起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为议题的崛起 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但是过去数十年 实际上是中国发奋不克的十十年 我们大致上是十年来完成一场工业革命 我们以这样的速度一路追赶过来 应该说开始我们是在追赶 但很快就开始逆袭 现在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 其标志就是中国移动通讯的飞速发展 从二句没有我们的标准 到三句开启我们的标准 到四句形成自己标准 到五句中国走在世界的最前沿 今天整个世界正在经历 从第三次工业革命 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折期 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量制通讯的 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并极大的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 而实际上只有中国和美国 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方证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这种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经历 也是一种非常精彩的人生体验 第三点就是中国和平崛起 突破了长期以来 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中心衣服体系 在这样一种衣服体系下 西方国家处于中心 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 西方国家通过对外围国家的超级剥削 而赚得盆满剥满 而外围国家长期处于平权落后的状况 发展不起来 但中国的和平崛起 成功突破了这个格局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外围中心之外的单独的一级 在这个格局中 中国既是外围国家也是中心国家 这种格局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实际上这种改变已经开始 二 中美贸易战 中国真的会被击垮吗 第一点 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的消费市场 折算成美元已经接近六万亿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就更大 换言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 任何一个国家要与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 打贸易战是不可能胜出的 美国打贸易战的本质是要阻止中国的发展 美国对华为发起的围剿证实了这一点 要是美国的企业由于贸易战全面开打而退出中国市场 那么这些企业应该知道 他们将退出全球财富500强的名单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如果真的执行美国政府的指示 向华为等中国公司断供的话 我想这些美国高科技公司 很快就会走向大规模的柴园乃至破产 第二点 我认为美国领导人的知识结构严重老化 真应该向中国学习 我们各个级别的领导都有干部学习制度 我觉得这个很好 美国领导的知识结构还是产品经济时代 它没有产业经济的概念 没有产业链经济的概念 没有全球化的概念 产业链经济意味着任何一个产品 比方说苹果手机 它的零部件来自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在中国组装说一增加关税 大家都受损失 这就是典型的杀敌一千至顺八百 甚至至顺一千五的游戏 所以美国愿意玩 我们也只能分配到底 美国今天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以我对美国市场的了解 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小到螺丝钉 螺帽 中到汽车轮胎 自行车 大到集装箱 纵行其重机 中要到稀土 看生数 几乎都是靠中国生产的 坦率说 如果中美贸易全面开战的话 美国老百姓率子这么过 美国企业的率子这么过 所以美国的听证会搞来搞去 只要一搞表决 95%的美国企业都反对打贸易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真的不知道 美国发起这个贸易战将怎么收场 第三点 得到多主 失大寡助 美国才用如此粗暴的手段 事免出击 对外国产品恒征关税 还动用国家力量 围剿和打压中国一家民营企业 把公平贸易的原则 自由竞争的原则 统统跑到九霄云外 我看到耐克等173家公司 联名写信给特朗普总统 希望他改变打贸易战的主意 那么比这种损失更大的 实际上是美国的信誉 以后 谁还敢信了美国 谁还敢信了美国公司 今天谷歌公司 为美国政府马首是张 以后 只要有可能 谁都会想摆脱对谷歌的依赖 今天 美国把美元 还有美元的支付手段都武器化 这也必然加速 整个世界摆脱美元的进程 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今天 中国打赢这场贸易战 它的意义 永远超出了中美关系 它可能是改变世界 未来格局的大事件 与此同时 中国与西方国家互动关系 实际上 在过去数十年里 也在迅猛的发展 随着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在欧美的抬头 这种关系的发展势头 有所放缓 甚至 现在出现了中美贸易摩擦 但我们还是要看到 欧盟今天 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某种意义上 也是技术转烂的主要来源国 中国已经成为 美国最大的在全国 同时 也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及四次工业革命 为议题的和平崛起 特别是进入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反正 这给很多的西方国家 带来了震撼 虽然 中国与中心国家 西方国家的关系中 有不少摩擦 但中国本身的市场巨大 中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可以提供 试吃工业革命的各种产品 而且中国奋行的是 合作共赢的反正 这一切将使美国联合西方 遏制中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中国不是以强凌落的好战国家 而是一个真正乐爱和平 具有强大正能量的国家 不是极端智识 以领为贺的国家 而是一个真正推动 世界合作共赢 稳步推进世界变革的国家 整个中国 整个世界 都是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中文字幕制作